說了秘密給大家聽 搭你走真的很怨 你從這個角度看起來像一個小孩 嘩 看這個鏡頭 嘩 太多了 第二天我就買了一件貴一點的東西 我買了在香港生日 我媽買了很大的雞皮 連著袋子就這樣放在這裡 最近我很喜歡用CHAT GPT去幫忙 問一下CHAT GPT 我今天吃什麼早餐好 讓你打完雪櫃裡有什麼 然後叫他寫個食譜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其實我的雪櫃都沒有什麼 多詳細 但其實都不太適合 他加了很多我沒有的材料 放棄我都是清雪櫃 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有一個習慣就是很喜歡買東西 但又經常都忘了自己買了些什麼 好像陳寶一樣 看看有什麼可以煮 還有那包餃子 我完全忘了自己買了 是金妹牌出的餃子 我完全不知道它會出餃子 今個月的影片量應該是 我這一年來最少 因為這個月真的很忙 8月初同一個星期我要考車和瑜伽牌 所以現在就很忙地上完所有課 晚上都可以有少許時間去拍片 但會上少許work life balance 所以就沒趣自己 味道不錯但它的餡料很少 這款的梳打水長期弄得很滿 每次打開它都是滿捨的 如果你認真點看我的臉 你會發現我的額頭有點紅紅 你幾日敏感 其實這段時間皮膚狀況很好 我打Laser的時候跟治療師說 其實我的度數可以開大一點 它就很盡趣幫我開一個很高的能量 故事教訓我們人債千萬不要擔心 幸好它沒有長大舊的暗瘡 只是一粒小的暗瘡不斷吐出來 幾個星期或一兩個星期便會痊癒 化妝都可以遮瑕 今天我要去學車 然後去購物一會 然後晚上約了Band搓蜜魚 非常開心 其實我一直很想坐很久 期待我的錯蜜魚之外 就是要跟大家拍一條實測片 實測的主角是我自己很喜歡 真心很喜歡 無論是否合作片都很喜歡 就是MINGA FOREVER的粉餅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對它不陌生 因為它的前身我推介過很多次 全年最愛都是用它 舊的這款已經連續兩年銷量冠軍 去到新版本繼續是善亂第一位 前陣子就跟Dencil的天美一起去拍照 拍照之前要補妝 沒有化妝 是三四個人的袋子都帶著你 包括我在內 真的很好用 很多人都問我 這類型的粉餅 究竟底妝應該怎樣處理呢 我今天就順便和大家一起化底妝 和大家拆解一下究竟怎樣做 打底部份也很重要 就是不要塗太厚太黏黏的東西 令到後續的粉底很不貼 我會用到MINGA FOREVER的 這個防曬底箱打底 我喜歡它 其實它的防曬係數很高 它的SPF50PA 3個加 就不用事前再塗防曬 它塗上去都是很清爽 完全不會有泛白的感覺 你看它不會泛白的 它有玫瑰碎取 做到長效保濕8小時 始終粉餅是乾身 所以用一些保濕的產品打底就最好了 你可看到 對比起額頭的肌膚 它多了一種自然的光澤感 幫它打底之後 其實化妝後 都會透了一些健康光澤感出來 用這盒粉餅好的地方 就是很適合冷人 事前也不用用很多東西打底 就可以直接用它 一盒就搞定 終於不用再定妝 我用的色號是1Y04 其中一個很貼心的位置就是這個粉泡 為什麼這個粉泡這麼新呢? 純粹是我換了一個新的拍片 寫字是乳膠面 它化出來的遮瑕度會高一點 另一邊是絨毛面 就是日常補妝 又或者你想化一個比較自然的妝 用它就適合了 我今天都會用乳膠面和大家化妝 我第二個很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即使當時皮膚狀況很差 你用它你都會覺得皮膚不是那麼差 它將你的毛孔好像霧化了 好像加了磨皮filter 然後又很滑 很貼膚 真的很漂亮 我每一次化它都很驚歎 為什麼可以做得那麼好? 化了一半面的效果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這邊明顯會有些膚色不光 有些暗瘡印 然後化完這邊明明有些泛紅 有些暗瘡印 但它遮得非常好 最神奇是連我眼底都沒有用遮瑕膏 都遮到 遮瑕度是可以增加的 如果你喜歡自然一點 沾一下化就OK 但如果你很想化一個很完整的上鏡妝 例如我拍攝的時候 我懶得用遮瑕膏的話 我就要每一次沾兩下 嗯 其實沾一下效果也很漂亮 立刻油毛了 好像在這個位置放了濾濾 沾兩下 其實我應該試過暗瘡印給大家看 你看 整個暗瘡印沒有了 看不看得到? 是很浸品人心的 整個底妝就搞定了 原本以為要用遮瑕膏才遮到暗瘡印 但這些印是真的遮瑕得很好 而且額頭的位置看起來好像完好無缺 這個就是它神奇之處 而且它化完之後 它不會有一種很局促的面具感覺 繼續都是很清爽和很輕盈 最近我的底妝也偏好是最簡單最簡單 眉粉用來化眼影和鼻影 純粹是嘴唇會塗色一點點 看起來會比較精神 寬定妝噴霧適合所有膚質 通常用了它你會覺得妝會長得好一點 而且抗油光的功效也做得不錯 我不會直接噴 我會M字的形式噴 然後就讓它吸收 這個產品有露迴和透明質酸成分 所以噴了它會多一點光澤感 和可以增強保濕的效果 妝就會長得更漂亮和更長 就是這樣 完成 我要快點出門 因為鴨里洲真的很遠 經常都會後悔為何會選擇鴨里洲 但聽說鴨里洲是更容易PASS的地方 所以為了PASS 我會忍 今天一定要穿漂亮的出街衣服 因為自從我考慮瑜伽牌開始之後 我長期只穿瑜伽衣服 以及只買瑜伽衣服 都自製了 燙衣服的架 很難燙到那些摺位出來 始終都是用傳統的 我不過可以放在桌子上 但是 算了 我掛在這裡 轉眼間已經來到海宜半島站 轉眼間已經來到海宜半島站 說個秘密給大家聽 其實每次來到海宜半島站 我都有點怕怕的 而且要走得很快 因為我的前輩子本身是住在這裡 我來到這個地方 經常都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覺 又不是想起回憶的 但是就 怪怪的 大家明白我的名字 所以希望不要再看 我就剛剛好站在這個燈的影 啊 來到沒有遮掩的十分鐘路了 現在的太陽很毒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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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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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要啦 跌了才算 ξ 好熱啊 終於使用兩個半島式的車 我覺得連續上三課 真的很香โ ça 然後剛才很緊張 似乎出面油 但是師傅說你都很冷靜 但是我的內心是緊張 Regarding大家 觀察一下我的妝容的情況 其實我的原品還是完整 不過鼻子附近會有少少泛油光 我會印一印補妝 在戶外補妝這個想法非常不明智 不是脫了很多,用了很少很少 然後我會用泳面的面來補妝 也是沾一點 其實沾完後整個鼻子突然塗了 看到嗎?沒有油光 可以補遮遮瑕度 然後用這個MISS 這裡就是所有品牌 我有點想看LUEFE 我還看到以前回兼職的時候 幫忙做時裝買的那些品牌 就是這幾個品牌 LUEFE 有些挺漂亮的外套都可以買的 例如說這些 我就想看能不能買到一些衣服 還有這個背殼也很漂亮 這個衣服也很可愛 我突然想起 我不應該穿牛仔衣服 然後背著白色袋 我剛才說白色袋太髒了 很心痛 幸好剛剛買了一個袋 就是這裡 剛才進入了LUEFE 是沒有買到東西 因為我本來想買一些很可愛的Charm 但我發現它很可愛的Charm 是剩下一些毛毛蟲 或者是水毛 之後我突然發現 原來這裡的外套 是有Charles & Keith的外套 Charles & Keith的外套 本來已經很便宜 然後它再半價 是很划算買的 買了一個藤積的袋 原價800元 然後我就買了400元 很方便 而且我下星期去布吉 就可以背它 第二樣我就買了一個貴一點點的東西 我買了一個100%的Cashmere Pay Gain 這個Pay Gain 我想它超喜歡 超柔軟 超柔軟 很薄的 所以夏天 比如說冷氣房 都可以用 原價是2500元 然後三自著 就700多元 都覺得很划算買 好開心 蠻好 它還送了內袋 蠻好 而且還有格數 很緊張 究竟塞不塞進去 是剛剛好的 還有一位讓我塞到一瓶茶 還有一位讓我塞到一瓶茶 在這裡 Hello 塞他的剪頭髮 你從這個角度看起來 小臉和小臉 看來 看來 看你 你不是我的男朋友 很短 挺短的 第一星期後 因為它是太平衡 有點奇怪 但是 一星期後 它會好 好 我們需要吃藥 我需要吃藥 我需要吃藥 我的朋友 剛才剛才吃了25蠻蠻蠻蠻蠻 然後可以帶它回家嗎 可能 然後你吃藥 我認為他們會煮的 然後你會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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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市場 可以我們看看嗎 我們有時間嗎 沒有 那我這次的創蜜魚 就不是自己圍內 和朋友一起去創 就是上K-look那裡 那裡預約的 現在應該有個 staff 在這裡 跟我們點名的 其實都不錯 因為正常都可以 我們自身自滅 Hello 是呀 是呀 我們有Pizza 今天的天氣很好 本身還擔心會下雨 大風 那我們就在這裡等齊人 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團友 好像蠻蠻蠻 你看看空氣污染多嚴重 這些人全部都是 去創蜜魚 哇 很多人 都會去創蜜魚 那隻船都算多了 那隻船都算多了 然後這裡就有張桌子是給零食的啦 然後這裡就有張桌子是給零食的啦 然後這邊先這邊 這裡有一部蓋了一部電視 我以為那些人會擺放梳化位 但梳化位只有我們一個在這裡 這隻船都算是蠻大的 就是蠻座的 所以那些人都蠻座的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大 我以為要跟別人搭桌子 蠻舒服 而且今天的天氣真的很好 為了不要餓 帶了Energy Bar來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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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The sunset is so nice 哇 很大味道 我覺得我的食物是準備好了 我們走吧 可以吃的 拿東西吃 OK 他還背了5個保餐 他拿走別人的餡料 這裡就有東西不可以拿 然後有些零食 然後有些水 哇 你看看這景觀 在吃薄餅 超好吃的 發現一隻船 我可能以為是 Barbie 誰知道不是 Barbie 誰知道不是 Barbie What is that? Is it random bruise? Random bruise Looks fancy So Emily's pretty tired Seasick medicine apparently is a bit of a drowsy It's bullier Emily M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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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rdy 現在已經停在將軍澳海旁 表近了 我們就開著燈 可以吸引到魷魚出來 現在大家都拿這些魚串 那邊照得不行? 那邊照得不行? 其實每個嗷呂要在上面照著 會被迫螢光 就可以吸引到魷魚 legendary 為何我的牙齒這麼大 你的比較好 小心點別嗷呂 因為要打破雙風針 登登 變了螢光色 現在可以了 得到一個更好的位置 對,這裡很好 我單手很難操作 要多久? 我剛才一直在水面 原來不可以的 要長一點 但長一點就跟旁邊的那些全卡 有水網啊 好漂亮啊 我也看到一個 在這裡也 是死的嗎 是死的嗎 為什麼不動 打了勾 謝謝 謝謝 補充完氣在這裡 站起來其實會曬黑的 這個水網很毒的 嘩 勾住了水網 看這個 這隻很毒的 這隻 天啊 天啊 沒有 睡了 睡了 天啊 有東西嗎 啊 哇 你很累 哇 好厲害啊 哇 哇 很厲害啊 上網學那個技術 哇 看著 我想問現在這隻怎樣 可以拿進來 給他 給他 現在你可以用你的技術 來抓到另一隻 可以 剛才我在裡面睡了一個小時 一小時 對 一小時 你聽到這樣嗎 我想看看 那些人 吊成怎樣 因為我聽到 那些人這樣 哇 哇 很厲害 我想他們在煮的 捉了這麼多隻 是啊 那那裡是煮的 那裡是煮的 那裡是煮的 是煮的 我想問為什麼 它會一粒粒 它還沒死 它變色的 它沒過癮的 噢 變得很誇張的 那些顏色 不停在賺 冰了 對 冰了很久 就變了很紅色 船家就煮好了 給我們吃了 HONG KONG SQUID 很新鮮 我告訴你 我們應該要帶這個醬 我猜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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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就在中環碼頭上回來 最後完結片之前 就要跟大家review一下 究竟我慈妝一天的效果是怎樣 其實都沒有什麼懸念 跟我平時化的妝效都是一模一樣 其實比起今早早化妝 它會多了一點光澤感 現在就這樣照鏡看 是有一種奶油肌的感覺 但是其實近看這些位置 它還是很貼的 而且眼底 大家也擔心會很乾 很卡粉 都是不會 就是少起來 完全沒有那些卡紋走出來的 遮瑕度是非常之好 沒有下遮瑕膏的位置 暗瘡都仍然沒有走出來 所以整個妝感是保持得非常之好 我自己是很喜歡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個粉餅 是很適合香港的夏天 以及非常之懶惰的女生 遮瑕度、持妝和妝效各方面 都是做得非常之好 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實測片的話 就記得給我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要請下這個影片 跟各位予認識一下 稍等 如果我們有更 Mesk會的諮定 請先到此 我注意一下 請下位